真的豪爽观众朋友 12场中华队11比3击败了澳洲之后 确定几进前四 可以前进东京打超级的这个循环赛 今天在我们报新闻的现场 我为大家邀请到是资深的体育主播 雅里来到现场 雅里带我们来看到有非常多的问题 帮我们在前进东京之前 为观众朋友来画重点 首先这次正是让所有球迷跌破眼镜 懂棒球不懂棒球的 当时有多浪衰 这次就有多惊喜 你看看曾豪居 我们的教头 当时他说他上来之后 面临的逆风是大家一味的不看好 还有主将一个一个的离退 端出来的这个先发 被人家拉衰到一个极点 结果你看现在甩掉杂音给你大惊喜 非东京之前有话要说 我们正要给他们最激烈的掌声 的确这次的12场中华队 曾豪居教练带领他们的教练团 包括投手教练林岳平 还有大家熟悉的王建民 四场比赛我们就抢下了三胜 尤其第一场比赛齐开得胜 两支拳力打 包括了陈诚威满贯炮 还有陈洁欣的两分炮 第二局就打垮了南韩的先发投手高永表 第一场比赛能够以6比3击败南韩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支中华队 行李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强心针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一次的12强的一个名单 其实说实在比起去年的一个2023年在台湾同样在台中举行的WBC经典赛 我们的国家队的名单这次其实说实在并不漂亮 非常多的一个主力球员 因为我们经过了一整个漫长赛季之后 很多的主力的投手野手都出现这个伤退 辞退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份不漂亮的名单能够以Underdog 我们以英文讲Underdog 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来打出这样的一个三胜一败的一个战绩 所以而且加上昨天 那日本队在另外一场比赛也击败了古巴队 对于间接的帮助中华队抬轿 因为如果日本是输给古巴的话 那今天最后一场中华队对古巴之战 那就一定要赢才能够前进 那所以自助天助 昨天不仅是我们自己赢球 也靠着日本队帮助我们抬轿 打败了古巴队 所以现在中华队日本队 是手前手B组一二名的成绩 一起来前进东京巨弹 好 星期四对不对 星期四要前进东京巨弹 好运能不能随行 好运之前要靠实力 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十二强我们率先抢进前四的这个背后 先来看看牛棚的调度 教头说在这个牛棚调度 让他最游刃有余 他如何把力气用在刀口上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这一次的教练团 除了郑浩居总教练之外 那投手教练是林岳平还有王建民 一个是统一师队总教练 一个是中信兄弟的投手教练 那在这一次的投手调度上 当然第一场比赛就是强敌南韩 我们一定要压上我们最好的投手 21岁 吕美 那响伟舌队小联盟系统的林玉民 那在去年两场在亚运的一个比赛 还有亚冠赛对韩国队友投得很好 那这一次当然也不负众望 那对南韩第一场比赛就压制住南韩那个打线 加上队友的一个打击火力支援 让我们第一场比赛就击败南韩 这几场比赛也看到出来 整个教练团的一个调度 牛棚里面每一个人上来都有用 包括了陈冠宇 包括了庄星燕 包括了其他人 那最后一关的小黑吴俊伟 还有其他的牛棚投手 每个人在他上来的时候 都对这次的中华队做出了贡献 有人算了 在这前面四场比赛 今天对古巴还没有打之前 前面四场打完 我们中华队从先发投手到牛棚投手 失分是这一次B组五队里面 六队里面最少的 算 不要忘记了 在打者席后面的全场调度的灵魂捕手 这个被形容是长得一脸古人样 可是帅到吊渣 被形容是职棒版的安息教练林家政 他在这一次的十二强是怎么样的存在 未来在日本东西 他要发挥什么样的震助全场的效果 讲到林家政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 透过美国职棒正规选秀 进入到美国职棒农场体系的一个选手 这一次的中华队 其实整个教练团带了三名捕手 除了林家政之外 还有吉利吉老拱冠 以及富邦汉加戴裴风 但是林家政却成为这次前四场比赛 教练团最信任的主力补手 我们常常说到 补手就是本壘版后面的一个指挥官 不管是在面对 每一个打者的一个配球 他如何来引导投手 还有在场上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站位 其实这一次林家政在前面的三场比赛 说明了 充分说明了教练团对他的一个信任 使得我们另外带的两位捕手 吉利吉老拱冠冠 只能够上来代打 那戴裴风 我代打 代打也是 横出拳雷打 对 结果另外两名捕手 包括了戴裴风 包括了吉利吉老 都在比赛中后代上来的情况 也有打出拳雷 所以说这次中华队 可以说是从先发到板凳 到牛鹏 每个人都对这次的中华队 前进东京做出了贡献 吉利吉老跟林立 昨天也是真的是手感发烫 我们这四场 场场都有拳雷打 怎么把这个发烫的手感 一路带到东京去 过去在国际赛 中华队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平打 对不对 结果这次没有想到 前四场比赛 常常有拳雷打 而且打拳雷打都是 觉得说不太会打拳雷打 人打拳雷打 陈辰威 打了职棒那么多年 结果第一支满贯炮 竟然是在国际赛打的 另外小可爱江坤宇 他也是属于 机关强心的打者 对中华队也打出了选雷打 连四场比赛打出选雷打 那接下来前进东京 我们要面对 又是更高层级的对手 A组的前两名 委内瑞拉 美国 B组第一 日本 这一次的赛制 其实跟前两届又不太一样 我们这次预赛的战绩 并不会带到 四强的一个超级循环赛 在之前第二届 预赛战绩是有带进超级循环的 所以这一次 等于是全新的一个开始 三场比赛 大家就用力打就对了 对美国也好 对国内人也好 对日本也好 不管在预赛是不是输球 我们就全力去打 只要赢下两场 就有机会可以打进到 最后的一个冠军战 观众朋友 在这个过程 大巨蛋一周年的此刻 特别要感谢的是热情球迷 是你们 是大家 催出了台北大巨蛋 抢抢棍的人气 而明年活动 更是满胆 换句话说 超级印钞机 准备火力全开了 昨天晚上 我相信许多的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 都守在电视机的前面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台澳大战 攸关台湾能不能进入四强 凶可以到东京巨蛋去打球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事实上在昨天 我跟你讲 两边几乎都是投手战 有人上来投不到几机 就下去 一直在换投手 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昨天的打线有出现 我们的打线的火力 你看包含到这个 凌力的三分炮 几力击到那个三分炮 所有人都觉得说 天哪 这就是太爽了 你知道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居然创下了我们12强里面 史上的最佳的这样一个成绩 因为我们已经30几年 没有打到四强赛了 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在讲说 我告诉你 这个大巨蛋里面 看球真的好爽 甚至像昨天 我们大家关心的是 所谓的台澳大战 对不对 但日本事实上 他也要打古巴 而且日本如果打赢古巴的话 台湾跟日本都可以 同时进入到四强 所以在日本打古巴的那一场 一定全场满场日本加油 才育勇好又回来了 你以为台湾人只看自己中华队吗 没有喔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日本的球迷 他们也有这样来 但是更多的是台湾的球迷 他们居然在这个所谓的山镇 那个什么再见山镇之后 居然每个人 他突然喊说山镇 山镇 我跟你讲 打出去被封杀是一件事 投手能够把人家给山镇 我跟你讲那个政案率不同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哇 日本球迷说 天哪 你看连台湾人 这么爱的这个爱日本 而且这个是在大巨蛋的 这个台奥大战的现场 这个只是同步空挡转播 在天母球场那边 没错 我们都全场 发狂式地帮日本队加油 所以我就讲我们的球迷 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但是呢 这也必须要讲回来 大巨蛋到现在为止 说实话很多人就讲说 你今天办活动 办体育赛事 办得这样活活热热的对不对 你到底能够 能够办多少场了 我看台北大巨蛋 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开放已经将近 是一周年了 他们现在数据出来说 明年的活动档期 已经爆满了 你给我烦恼 明年满满满 过去我们现在 大家有一段时间讨论说 是不是要办演唱会 或干嘛了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个远雄方面 他们也正式讲说 包含欧洲 美国 日本 韩国 都有他们这些 所谓的巨星 或者是有些活动 都来洽谈说 要在这个所谓的大巨蛋 这边举办 那这个对于这个周边的 这个商家来讲 第一个有人进来的话 就带人潮 有人潮 是不是就有所谓的前潮呢 所以这时候 大家就发现到 整个东区又活络起来 为什么 你今天到大巨蛋看球 你一定会提早到 提早到是不是就到东区 附近去走一走 看完球赛之后 你可能也到附近去走一走 所以大家就讲说 你到大巨蛋看球 加上东区逛街 已经变成球迷的标配形成 那如果经过再比较细的 统计的时候 发现大巨蛋 事实上每一次的活动 可以带来将近两亿的 这个商机 包含到像之前 最早他提活动的时候 不是那个国庆晚会吗 国庆晚会 周边的旅宿业 居然包含到东区的商圈人潮 他们增加大概三成左右 这样的一个业绩 而且包含店家的业绩 也都大幅度的成长 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只希望一件事 就是台北大巨蛋 是彻底的带动商圈转股 而不是因为一年两年 那种短期式的 好期的短期效应而已 怎么样要达到彻底转股 体质要先好 有三个关卡 要先能过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大巨蛋 虽然这个打活动 或者是办这个演唱会 让大家觉得非常热闹 可是事实上 这一代以大巨蛋的 目前它的经营 是由远雄来负责的时候 大家也会觉得 远雄跟台北市政府里面 都有一些所谓的争议 其中第一个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漏水 台北市长也曾经讲过 就是说你在十月底之前 要把漏水的部分给处理好 但是现在看起来 除了这个街桶子之外 更有人爆料讲说 远雄其实对于大巨蛋的 那个漏水的问题 没办法彻底去解决 还在像刚刚你现在看到 这个滴水这个地方 下面干嘛 你知道用那个塑胶 用塑胶布 这样把它撑着 感觉上说要引流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哇天哪 如果标配 刚刚讲到说是去东区逛街 你到大巨蛋里面 标配是要带雨伞跟穿雨衣 谁想看到这样的巨蛋 那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事实上也有网友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刚刚有个黑影子这样跳过去 上面我讲 我跟你讲 一只鸟气 没有 米奇跑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有网友就讲说 会漏水有米奇有什么 等一下我还在讲说 还在到处跑 你知道 我说出来 现在这个位置是没有人 如果有坐满人 突然老鼠跑出来的时候 该怎么办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理由 我跟你讲 台湾人真的很善良 台湾人还会讲说 老鼠为什么 因为周杰伦演唱会 我没有买到票 我们到下水道去 跟着老鼠手就没错 但我讲说 那个讲着讲着 那个人类都留下来了 你知道吗 另外还有一个争议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 还有一个叫做私人包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远雄 他们那时候跟市府的合约上面 并没有特别注明说 所谓的私人包厢 该如何去处理 那现在是讲说 有一间的这个所谓VIP市 会提供给市府使用 但是外界质疑说 你有十几间的VIP包厢 会不会到最后变成你远雄 自己拿来做私人招待总 结果你知道远雄 远雄他怎么说 他说其实我们已经 尽很大的诚意来跟你们谈了 如果你今天台北市政府 还不断的来跟我们 要这个要那个 很简单就回归合约 成功的巨蛋 它是炼金的巨蛋 它是超级的印钞机 从来不是只有单纯的球场 而且大巨蛋 或者说巨蛋的一年 从来不是只有365天 此话怎讲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看营运的时候 最早我们大家对于巨蛋的概念 都来自于是球赛运动 可是如果你只是以球赛运动来讲 我们一年多办几次 能够办几次这种所谓12强的 这样的一个比赛 所以你有很多空窗的这个时间里面 你可能需要什么 你知道靠其他的活动来撑 那让其他活动进来的时候 要嘛就是大型的演唱会 或者是其他类的这个比赛 你也可以进入大巨蛋 所以你这些要进来的时候 就变得是你巨蛋本体里面包含到说你的场地 什么都要做为一些的调整 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讲说 你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让它越做越大 不只是这样 中信台新跟丰田 丰田算是坐车的 他们其实之前都有跟这个所谓远雄那边在联系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办活动的话 该怎么来跟你们这边做一些的调整 所以你看看金主不就来了吗 在没有比赛没有演唱会的空档 哇 你不要以为那个是机灵地的垃圾时间 没有 每一分分秒秒都能计价 它是烫金的 当然啦 为什么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我们大家对大巨蛋的主场地 不是打棒球的吗 那结果呢 之前这个台新啊 他们也干嘛你知道 中信吸手台新啊 带着那个篮球队到大巨蛋里面去打篮球 是 你看现在全部改成草地不见了 变成这个所谓的篮球标准用的这个场地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办 因为很简单嘛 大巨蛋的地理位置喔 事实上它位在整个市中心的那个状态 那你周边下班啊或干嘛的 要到大巨蛋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 你知道 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把所有的活动 能够在大巨蛋这边啊 都来举办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造成就是说 球迷也开心嘛 我办活动的人也开心 为什么 收钱我也收得很开心啊 所以你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有什么你知道 最好要有球队或什么来认养或者赞助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点赞助